请教一下玉佩老师 怎么样笔画命格的人 比较有老板的命 其实在我这个命理生涯当中 我发现了一个规律 中国人特别爱当老板 真的 你看有个大学毕业生 有一些大学毕业生 他连社会都还没有出 社会历练都没有 来算命就先问 老师我能不能当老板 甚至有很多人 在职场上面 其实他已经做得有生 有时候很稳定了 他还是不甘寂寞 也会跑来问 我能不能适合跟人家合伙当老板 可见在中国人心目当中 当老板是一件很光宗耀祖的事 那么当老板真的要有老板的命 那我们先从姓名学的角度来分析 到底是什么笔画的人 他就是有老板运 那我们要看的是人格跟总格 所以大家把人格总格的笔画 拿出来算一算 像郭忠祐来讲 忠祐他的人格是二十三 总格是三十三 那杨哲呢 杨哲加起来是二十三 可是如果是用黄杨哲来讲的话 他是二十五人格对到 三十五的总格 好 那我们这个笔画 不分男女 对到的人 男女投论 都代表他有老板命 好 我们先来揭晓 人格总格如果出现了九 十九 二十三 两位都有 二十四 然后呢三十 三十二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九 跟四十一的人 这个都是有老板命的人 但是我要话说在前头 想要当老板 不仅要有老板命 还要有老板运 更要有老板的智慧 因为也许每个人 都有一个老板 老板的梦 但是不见得每个人 都适合当老板 因为创业这一条路 真的是很辛苦 有多少人因为当老板 而让自己负债累累 那人格总格 有这些笔画的人呢 他之所以是老板命 是因为第一个 这个人他不甘屈膝于人下 第二个他不想被别人管 第三个他认为 当老板赚得最多 可是呢却忽略了 老板也有赚钱的老板 跟赔钱的老板 所以也有这些人 他虽然是老板 但是他累积了好多 当老板的经验 也就是说这个行业 他做失败了 他就换另外一个 再换另外一个 他永远都在当老板 可是他永远都赚不到 老板该有的利润 但是呢 在性民学的格局来讲 这些格局呢 我们称它为领袖格 也叫做强人格 那这些格局 它共同的特征 就是人格总格 有这些笔画的人 他是一个不满现状 而且呢 他一直要出人头地 他都有这样的一个念头 尤其是男人 他念之在之 他这一生 他就是要创业 他觉得 我如果没有那个老板的头衔 来试一试 我简直是白来了 人间这一回了 其实女生有这些笔画 他也不含糊 女生有这些笔画的人 他的能力也超强的 其实在工作上面 他是可以跟男生分田抗礼的 所以好多这些笔画的女生 也跳出来 来当老板 所以我们中国人 又有一句话叫做 您为鸡手 不做牛尾 这些笔画当中 有大老板 有中老板 可是呢 也有呢 单打独斗的个体户 可是呢 他们要的就是 名片拿出来之后呢 好歹我也是一个负责人 我对自己当老板的 这个意念呢 我有了一个交代 所以在姓名学的统计当中 当老板这些笔画 是排名前十大的 好 那如果观众朋友 你的人格或是总格 对到了 刚好呢 你又是一个老板 而且是一个赚钱的老板 那我真的是要恭喜你了 因为呢 你不仅是老板命 你还走到了老板运 甚至于呢 你还有老板的智慧 所以你当然赚钱咯 可是呢 如果观众朋友 你是个老板 可是是一个赔钱的老板 哇 那这个时候啊 你就要好好想一想了 你可能是空有老板命 但是呢 你没有走到老板运 你也欠缺了老板 运筹帷幄的智慧 那与其你在那边流血 灌溉的一直在赔钱 我倒建议你好 好好地冷静思考一下 真的 放下你的身段 有的时候啊 该换跑道 就换跑道 一定要停止 停损啊 要懂得停损 我觉得人最 难过的一件事情 最难的一件事情就是 愿赔杀出 不是 放不下身段 撕不下面子 解不开情节 前两天啊 我在网络上看到 郭台铭他一句话 我觉得还蛮受用的 跟大家分享一下 他说 如果你吃不了老板的苦 你就不要做老板的梦 但是我觉得 我个人还觉得 你光具备吃苦 这个条件是不足以 撑起老板的压力 各位去看看 所有成功老板的背后 都有厚厚一本 不为人知的血泪史 所以老板当然每个人都想当 但是仔细想想 老板这个工作 真不是人贷 是啦 讲到厚厚的血泪史 杨哲一定有 不是 他的这个老板的格局 数字也有了 23对不对 我就说老板有分赚钱的老板 跟赔钱的老板 然后本名也有 对 他两个都有 所以他这次火锅店 应该可以撑久一点 应该有老板运了吧 你有没有合伙 说实在的算有一个合伙 但是他不管事 因为杨哲的命格 他是属于单打独斗的 不太适合合伙 那如果说这个生意 合伙他只是出钱 他真的不过问事情 那还可以 那就要看你的运了 看你的运势 你还可以撑经营的很久 但是如果这个合伙人 他既出钱 他又要管事的话 会因为合伙人的因素 你的合伙会破局 所以你的命格 可以当老板 但是单打独斗 所以有多少能力 就做多少老板格局的事情 最怕有的人 这间店赚了新一大 然后我去投资别的店 所以往往都是本店赚钱 他店在分店在赔钱 然后拿本店的钱 去贴分店的钱 所以你说他有没有赚到 加减乘储 他赚到一个爽 因为本店赚 可是那口袋里面没有 白忙厂 真的 如果有时候说不定转念 就是说 你原来想从火锅赚钱 你为什么没有转念想说 你从卖火锅卷赚钱呢 对 火锅卷 我觉得你应该运有一点开 因为我最近有一个 那个连锁店的老板 他本身他已经做很成功 多拿资 老板来找我 他说他的旗下还要想要再开发 火锅店 然后有找我要合伙 然后要拿我们这个汤头的店 然后就算是跟我一起要去开发 加盟这个区块 祝福运啦 好 祝福一下 给他信心 听到你的汤头我是 哈哈哈哈 你真的懂吗 发到去腰的 好 谢谢大家